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看这只龙船状元 其实它的状态挺好的 不过姜口始终没有改变 所以这些马阵上不是很容易发挥 它有时候会走得多了 走快了 很明显一望来都是一只不容易骑的马 鼻枯交叉 鼻枯扎离 三缸飞轮 再动一些配备 其实这些马都开始慢慢稳定 我觉得它有些难免的机会 至于这只魅力之遇 在后面前面是会跑第七场的勁拨 跑一里禁标 当然焦点在后面那只这只426 很厉害都不得了 那就和木科兄弟 一只增情 一只缩情 因为这只都上2000赢 所以有时太年轻的马赢1600 接着保持得到 这样好地地 有些马是受不了的 它这只受不了 就一直好 没错 加上今年你见何良有很多很开的质身马 都持续稳定地交到表现 这只木科兄弟就是其中一只经典的例子 最好这些马真的没有厚 很容易操控 望空一点也不怕 它是一样还有少少耐闪 希望可以更加好 莫雷拉跑下方家帕那些马 之前都看了 星运鸣雀 聪明导弹 这些神经刀 那碗你就要 哪有数计 信心之選 昨天早上也落草地做最后试跑 它跳起上来的步 开始有些慢脚了一点 所以上次大幅跳成2000 不过是不行的 但状态我觉得它不错 接着看薄材 刚才香港一出就已经跑1800 外地千四 接着一路千叉二千 这样跑道 我一般的 试杂都 接着这只隔着隔着隔着 跑得好 这只安重 如果照这些摊路 这场就应该一般的 但我有时就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可能是刚好线 这些形势制愈的问题 这一路马搞得挺好的 苏惠賢 上次摆前那些金发乘势 都能埋到尾了 隐形翅膀 究竟是没有位 还是真的冲下去不多 这只能更对龍 我觉得也要重复 上次都报文 漏漏爽也是 这只马都没有预期之中 有在进步转变 你可以留意 罗富泉有趁路 不理급了 他们不会有甚麼问题 因为他们不会够加配備 这只防生眼罩用了很久 好 接着ただ看这只 周游列各 還有報紋那隻,一絕就跟著牠 這些馬都可能真的未是穩定期 牠還有些反覆 接著就是昆仲侯王 這隻馬亦都是出賽很少的 上次賽前都告訴大家 牠的傷患很多 所以到這麼久才能跑 暫時走都沒有什麼力度 對,好像沒有方向那隻馬 水箭龜,保持就保持到 不過能力你都看完 根本這些馬其實都 不過你說都保持著 神操都還是挺好 看完這隻法財秘笈 牠都很快就已經跑了三次輪 泥地又跑過,草地又跑過 但印象感覺都不是很深刻的馬 試了這個泥地閘 整堆馬一起衝過終點 之前我們都看過 前面那隻就是雄雲帝王 剛剛禮拜三都差點贏 鋁騎士 那牠在他旁邊的 沒有騎的 不過這隻馬自己都有一些 湧上來 就這樣看這貨集都可以 就是慢慢添置些配備 希望這隻馬再可以集中些 前面那隻 我記得之前第一貨跳都沒有摘利 接著就二套防沙友 接著就摘利 來到第六場 就三班的千八米 過往見到這些中班的中場圖 千八、二千號 都是比較混亂、均勢一點 但是這一組我覺得三、四 相當之突出 我看到浩然都是選擇 那隻三號的魅力之魚 我講講四號的木火兄弟 其實這隻馬 你見到它今年的表現相當好 而且它一再已經證明給你看 快披繩它不是很怕 慢步速它也能留得到 這隻馬不搶口 所以這些馬 即是文靜、乖巧、聖程是好的馬 但通常的表現都會較混亂的那些好很多 我自己在神速也都見到 何良可能的成績不錯 近日很多不同的馬 陸續加盟它的馬房 即是轉倉 近期 譬如那隻親愛的 包裝太保 剛才我們見到那些好運寶馬 標記飛 都很多已經轉了去何良馬房 當然希望慢慢搞好 因為之前 養馬的數量實在是少 但今年它已經去到練馬斯的中游 即是名次 何良 所以這些馬都值得跟進 除此之外 後面那些馬就好像很多選不到 安仲、怒怒爽這些 都是欠缺穩定性的馬 即是時好時壞 所以大家的配角 自己可以去收拾一下 看看哪隻你覺得更合心 3、4稱先 但我喜歡3號多些 不過兩隻都是厲害的馬 我都很認同 但是3號即是蔡漢的勢頭勁 何良那些就深賞人家 都細馬房 當然是坐牢符躍緊的 希望它可以真是好 未必只是跟紅頂白的 有時人家真是養馬好又好 魅力之餘 千六米上次都可能解釋過 就是可能比起千四 南五樓閘為大前提 它會容易擺在前些 千八現在還更加容易擺在前面走 除非一在那裡搞搞震 跑到暖龍 這樣搶了一次 我想你沒辦法 十四檔都要走 龍船狀元 但就不知道它能否留得到 但可能魅力之餘 跟你跑就行 自己帶就行 四號馬木火兄弟 我是覺得它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那隻馬會內閃 但其實它都是一隻很好的馬 那馬房保養得這麼好 打搭的 三四其實都基本款 其他九號馬 陰營刺旁 我都覺得繼續要跟 沒有理由是一隻禁水的馬 陸信心之選 南五我喜歡十四號 那隻法財秘笈 上次是因為幸運傳奇 贏得脫散 而形成好像輸十幾個馬位 但其實這個是不真實的 它再試襲 它很肯取得這隻馬 我覺得南五你可以放它下去 法財秘笈 幾隻法財 這些走進來就發財 第六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 全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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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